你在外面等大鱼出现 负责手办 那这就算我毕宫成功了 一会儿我就帮你把口供写一下 原来我火同了越狱的杨华生 跟他一起从青山医院 劫走了梁光强 再把他带到了吴家诊所 用数十枚金针对他进行虐待 导致他死亡 听起来我真的很变态 逻辑这么严密 正剧烈这么完整 我猜这个故事 你是想不出来的 谁教你呢 你小子挺嚣张啊 起来 我觉得你这脑子费得进点水 才能保持清醒 我现在脑子真的进水了 我说什么别信 我觉得还不够 老哥 来人了 我们商会一向是 以彼之道 还师彼身 在我这里没有开不了口的人 我给大家买了下午茶 这里交给我 下来 好 啊 走 走了 我 还不还 你下手够狠哪 我这胳膊差点被你废了 扛不住刚才还那么刺激他 不刺激一下怎么套话呀 梁光强呢 应该是杨华生傻的 杨华生也是受人指使 他背后那人 有可能就是石井阶真正的主母 就是说 杨华生是查找真凶的关键 这是杨华生在监狱里面 做医生的时候所有的顶火清单 这些药配出来 很像我小时候见过的 我爸针对瘟疫配的药剂 但西侃又有些不一样 按理说 药剂配方应该不会有人知道了 毕竟那些知道配方的人 倒是全都死了 那就按照我们说好的 我去认罪 到监狱接见杨华生 他呢 是实施警戒案关键的线索 你在外面等大鱼出现 负责手办 那这就算我毕宫成功了 一会儿我去帮你把口供写一下 你好轻松啊 还有啊 我调查了一下杨华生所在的 男士承接厂 可以说是有去无回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